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南加州文图拉郡,Ventura County,当地时间周一爆发野火,火场面积高达5万亿亩,画面看起来相当惊人,整片火海在燃烧也难以扑灭,州长布朗Jerry Brown宣布该郡进入紧急状态。 外电报道,圣塔安娜,Santa Arna地区吹起狂风,导致大火快速延烧,这场大火沿着圣保拉,Santa Paula,以北的150号公路一路向西蔓延,同时传出包括洛杉矶郡西北部的圣塔克拉利塔市,Santa Clarita也野火延烧中,5号洲际公路因此关闭。 火灾的画面相当恐怖,只见几乎整片山都在火海当中,宛如地狱,至少烧掉150栋建筑物,超过7700户住宅被强制疏散,受影响的居民已达尔,7万人。